紅玉 烏龍 東方美人茶 設定時間精準掌握茶的火候 中午用餐時間 店門口就已經擠滿人潮 可能比較農醇吧 味道比較夠 今天就有標記 對…因為他們的茶又是台灣 台灣的… 因為他們自己本身是茶農 賣茶為主的這家飲料店 大膽插其在中山百貨商村 不怕租金貴湘湘 因為平均每天可以賣到600杯 才剛新開七天就有不少回頭客 主要也還是考慮到 這邊的人氣跟人流 好的用料消費者會感受到 所以我們消費者是天天來 就我們開七天幾乎天天來 飲料店狂開 還都選在競爭激烈的一級戰區 來到西門町 短短20公尺就有四家飲料店 但還是有業者敢大膽花錢 在一級戰區開店 冰箱放滿產地直送的水果圓汁 加上茶廠仙材的高山茶 南部茶飲進軍 飲料店熱區西門町 就是瞄準西門町的人潮 以及國際觀光客 購金成本確實比較高 至於西門町這個商圈跟這個人潮 我相信可以把這個租金 去做一個cover 根據統計 近一年來首搖飲店 每個月就增加40.2家 截至今年的5月底 飲料店數就飆漲到28193家 今年的營收預計可以突破1300億 我們要做出的就是差異化 像同樣都是手搖飲 其實我們可以做得很細緻 手搖飲店數量暴增 也顯示市場商機有多大 但關鍵是 要能在飲料鴻海市場中存活 轉得更長久 就必須做出獨有特色 東森財經新聞黃浦翔 蔡新沛台北報導 台北報導